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11月30號星期三跑賣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爆冷場合買鐵三角 和大家買回三隻馬匹 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七場 這場第七場就是我們的二班草里斯加三蘭 1200米的賽事 在今場馬上都有幾匹實力馬 有兩匹最近都說贏到馬的馬匹 分別就是這隻三號的進馬風彩 和這隻九號的桃花城 這兩匹馬最近非常之厲害 兩隻都是說能夠贏得到 這隻進馬風彩最近跑到一 另外桃花城最近都說三邊回來 成績非常之好 而且其實這兩匹馬最近都說大勝回來的 好像這隻桃花城那樣 桃花城最近在10月30號 跑的一場跑馬地草地 1200米的賽事 其實就是贏很多的 2號馬匹 紫山粉紅補的這隻就是桃花城 大家可以一齊看看 這隻桃花城最後的贏馬姿態是怎樣 其實上場這隻桃花城是大勝對手 好 贏後面那些馬都成兩三個馬位 贏馬姿態是極之輕鬆的 所以你看得到這一匹馬 最近那場的贏馬姿態這麼厲害 還要再加上他在今季都三分 未輸過的 其實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這些馬都很難買他的 是吧 這一匹這樣的馬 都很大機會會成為熱門 另外一隻三號的進馬風彩也是 這一匹這樣的馬 其實最近又是彈得對手來對贏的 最近他那場 10月30號的炒賣草地千二米二班賽事 這一隻進馬風彩也是很輕鬆的 收光了 贏後面那些對手成一個多兩個馬位的 所以這隻進馬風彩 和那隻桃花城在接下來的這場 好像不買不得這款的 而且這次這隻進馬風彩的配搭 又是好 配分贏馬拍檔蔡明少上去 再加上一檔給你跑 一檔漂亮檔 在跑馬地上 上次這隻進馬風彩都說 排著一檔來贏的 所以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這些馬看起來 好像又是不買不得的 因為始終 這隻三號的進馬風彩 在上仗都是說 贏過接下來的同場很多對手 已經有證明的 大家看看這隻進馬風彩 其實上仗都是說 贏過接下來的同場的平海歡聲 平常心 聲耀王者 和氣身材 還有一隻戀在里心 即是說 接下來的五匹馬 這隻進馬風彩 在上仗已經是贏過了 所以 以馬論馬的話 其實這隻進馬風彩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是說能夠稱得很高的 再加上這次的配搭這麼好 其實這隻進馬風彩 看起來真的非常大機會 我相信這隻進馬風彩 都幾大機會 會成為 未來這一場的大熱門 不是這隻進馬風彩 做大熱 就是這隻桃花勝會 做大熱 因為這兩匹馬 在最近真的太強了 雖然這兩匹馬 在未來的這一場 真的很強 好像很大機會一樣 但是這場馬呢 我們都是說想嘗試 飛走了這些大熱門 來搏爛的 因為再強的馬 都有機會是說會輸的 而且再加上 我認為接下來的這一場 有些冷馬 其實都是說搏得過 所以這場馬 就是說 寧願搏爛 都比搏熱 因為其實 上個賽馬 都有例子 讓你看得到的 那隻八進巨星 是不是賣到很熱的 很多人都覺得這隻馬 超了班的 但是其實 最後都是說輸了的 我覺得接下來的這一場 隨時這些馬 都是說有機會的 尤其是這隻桃花勝 因為這隻桃花勝 雖然最近三邊 但是這次 他又是說 換了中逸禮 上去離隊騎的 又是換了中逸禮 中逸禮這位騎師 隨時又輸這些實力馬 我覺得真的不奇怪 因為這隻桃花勝 其實始終他的跑法 都不是說真的 那麼主動的 這隻馬 算是主動的 但是他不是說主動到 直接是說 擺前自己一隻 放的那些馬 你看看這隻馬的跑法 其實這隻馬 最近贏馬 都是說在六七位 來跑的 所以都是說 留後了一點點的 沒有說 擺前走自己一隻 放的那麼主動的 那就是說 這隻馬 都要追的 要追的馬 我怕這個中逸禮 其實都有機會是說出現騎不行的情況 所以這次的大業好馬 其實都未必真是說 那麼值得來對搏 換了騎師 其實未必那麼值得來對搏 因為萬一阿中逸禮又騎不行 那你就糟糕了 至於另外那隻 進馬風彩雖然強 今場整個配搭很好 那他最近又是說 贏過接下來的同場很多匹馬 但是我覺得這次呢 其實真的有冷馬能夠挑戰到他的 那說的是哪一匹冷馬呢 其實這次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呢 就想選這隻 十一號的 平海寬星 那為什麼這次會選這隻平海寬星呢 其實這隻平海寬星 最近是說 輸了給那隻三號的進馬風彩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選這隻平海寬星 而沒有選到那隻進馬風彩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在賠率方面 好分一點點 直撥一點點 最近這隻馬也有十七倍的 好分過那隻進馬風彩很多的了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其實實際上 我覺得這隻平海寬星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再跟那隻進馬風彩跑的話 未必真是說輸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大家真的看回 最近在十月三十號 跑的這場跑馬地 二班千二米賽事 雖然這隻平海寬星 就跑第三 輸了給那隻進馬風彩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上場呢 這隻平海寬星 和那隻進馬風彩的 副榜 不是說差很遠的 那兩隻馬 副榜相差 都是差六磅 但是大家看看 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這隻進馬風彩 其實是說加分加榜的 他加分加榜 在接下來這場加副榜 都加了十一磅 由一二三磅 變成一三四磅 其實重十一磅 在二班跑的話 我覺得是重很多的 更何況這隻馬 不是那些三四歲的馬匹 是一隻六歲的馬匹 六歲的馬匹 在二班再加十一磅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 非常吃力的事情來的 這次進馬風彩 重過一隻平海寬星 整十三磅 接下來的這一場 這隻平海寬星 真的有機會是說 反勝他都不出奇的了 因為大家真的看分 這隻平海寬星的賽職 其實這隻平海寬星 一直以來跑短途 都是說不差的 曾經他都是說 試過跑這個跑馬地草地 一千二米的賽事 是說兩輪的 所以這隻馬是說 曾經試過 贏跑馬地草地 一千二米的賽事 這隻馬其實一直以來 那個表現不差的 一輪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是贏得到馬 甚至是說 跑入格的 而他最近的這個第四 都是說 蝕住來跑 最後搞得衝不及 大家可以看 這隻平海寬星 就是這裏的這一隻 黃三、黃武、灰馬 七號馬匹 就是他 頭段時間 你會見到 這隻平海寬星 都是說蝕的 一路走著 四疊來跑 蝕了 去到轉彎 入直路 這隻平海寬星 都是說 跑出去跑 跑出去衝 所以其實上場馬 這隻平海寬星 是說蝕足全程 但是最後居然 都能夠跑到第四 所以我覺得這隻平海寬星 其實最近表現不差 其實他今季的表現 都是說蠻好的 所以在接下來的這場馬 這隻平海寬星 我覺得他都不是說沒有機會 更何況 這次這場馬 突然之間 蔡若翰是說出兩隻 出了兩隻 出了兩隻馬匹 而這隻平海寬星 十二號 試過貨集 又說田泰安試 這隻馬 都是說很輕鬆 這樣就跑了第一 回來的 這隻馬 真是最近幾有表現的 所以這場馬 我就說寧願選這些馬 來補一補 好過了 這隻平海寬星 這次的富榜 比這隻進馬 風采 這麼多 在接下來的這場 能不能夠反勝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的馬匹 都選這隻 十一號的平海寬星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 就想選這隻十二號的 智聖時機 這隻智聖時機 其實最近 跑得不太好 跑到第九回 但為何今次 我們都會選這隻智聖時機 來買呢 原因就是 我覺得這隻智聖時機 其實最近的賽職 都是鼓鼓滑滑的 大家可以一起來看 這隻智聖時機 上場到底是 為何會輸 為何會跑到第九回合 智聖時機上場 就是排著六檔的 子三子母十號馬匹 就是智聖時機 我們可以一起看 這隻智聖時機 上場到底 為何他會跑到第九回合 跑得那麼差 這個第九回合 輸起來絕對是有原因的 頭戰時間 這隻智聖時機 都是由流後來跑的 最後最被動的 就是他 頭戰時間好像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為何這隻馬 最後會輸了 去到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就是重點了 大家看回這隻智聖時機 其實這隻智聖時機 去到轉彎 入直路之後 他是說 在正的內欄 在正的馬群後面 來到去塞車的 那根本上這隻智聖時機 上場是說沒有跑過 騎士呢 這樣只推回來就算了 因為塞車的關係 他在馬群後面來跑 一路塞車一路看不到 所以騎士是說 只推 根本上這隻智聖時機 沒有跑過 而是說 這樣來到他輸了 所以我覺得 根本上這隻智聖時機 這隻智聖時機 也是說能夠跑到第二回來的 成績不錯的 還有再加上 今次這隻馬 突然之間真情來跑 接下來這一場 是說跑跑馬的 耳班草里1200米 跑1200米的話 我覺得這隻馬 隨時是來了 隨時是說 在接下來一場 贏了也絕對不奇怪 因為始終這隻智聖時機 它最佳的路程 是說跑1200米的 大家看看 這隻馬 之前以往贏馬的成績 是說在跑馬的草里1200米 來贏的 跑跑馬的草里1200米 他已經贏過三次了 這次突然之間 他是說真情真多 200跑1200 我覺得這隻智聖時機 真的不要忽略他 這場馬 蔡若翰還要出了一隊 出了一隻智聖時機 和平海歡聲 隨時這對馬 一起回來都不奇怪 因為在10月5日季初的時候 這場跑馬的草里賽事 正正就是蔡若翰出了一隊 而這兩隻馬 這對馬都是這樣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場馬 隨時案件重演 再次發生這對馬 一起跑回來都不奇怪 因為兩隻馬都會跑1200米 兩隻馬跑1200米 都是好的 都是比1000米好的 所以我覺得隨時蔡若翰 又是出回同一招 出兩隻馬 兩隻馬這樣包 而這次這隻馬 還要是排著三檔 漂亮檔 還會輕綁120磅來跑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說 挺好處的 所以這場馬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都選分一隻12號的智聖時機 來對試試 看看這次蔡若翰 能不能夠一對回來的 好了 講完這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 就想選這隻10號的 心之恆來買 那為什麼這次會選這隻心之恆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隻心之恆 在今季已經是越跑越進步了 你看看他的成績 這隻馬 由季初的第九 都是說漸漸跑到最近的第二名 最近的表現都是說好的 而他這個第二 亦都說贏過接下來的同場 吳小馬 大家可以看回 心之恆最近的第二 都是說跑贏過接下來的同場的 近志騰雲 平海歡聲 和氣身材 知性時機 和經典之聲 即是說接下來的同場的五匹馬 都不夠這隻心之恆來跑 所以以馬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心之恆在接下來的一場 都是說能夠可以稱得挺高的 再加上 其實這隻心之恆都是說一隻跑 1200米幾厲害的馬 大家看回這隻心之恆 其實一直贏馬 都是說贏1200米的 這次這隻馬 是說真情去回它最佳的路程來跑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這次隨時是說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保重都不出奇 因為這隻馬 今季真的越跑越好 越來越進步 952這樣上的 接下來的這一場 如果再進步多一點 其實就是跑過第一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心之恆 其實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都是說幾值得買回來的 所以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馬匹 都選這隻10號的 心之恆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選到哪三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了 今次我們會買到的彩池 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彩池 用回這個彩池去買回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三匹馬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再試這三匹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好了 祝大家贏多點路 今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戰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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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爺